兩個人真的都先冷靜一下 二十五號下午一點多 連鎖咖啡店這名男顧客 因為不滿店員找錢 態度差標罵 店員則表示沒有故意也道歉了 慢腹委屈同樣爆氣 雙方朝到一旁店員勸嫁也無效 原來這名客人疑似沒注意到店員找錢 而錢又調到收銀機旁邊 才質疑對方刻意用丟的 路人拍下這一分多鐘的影片 店員和客人吵沒完 店家私下透露 雖然兩人吵到鬧上派出所 但事後已經互相道歉 和解不追究 業者低調回應 當時雙方時火氣太大 已經和解處理 只是為了一個小誤解而大動肝火 這樣好嗎 火氣那麼大 應該雙方都有誤會吧 那退步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如果客人他這麼激動 那店員要稍微冷靜下來 才能把事情 大家都知道情緒難免會有 但其實只要各退一步 就不會有吵架問題 畢竟鬧上警局也是難堪 TVBS的順序 各位您的新媒體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